下午三点在吃水市关渡镇 燕滩沟安置点 数米高的堤坝下 一个小男孩正坐在河中的一块石头上 周围是湍急的水流 而从现场另外一位群众拍摄的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 小男孩卡坐在石头上 水位已淹过半身 身上穿的裤子也已经被冲走 就在情况危急的时刻 一位身着白色上衣的男子 手扶着河堤 艰难地朝孩子走去 在要靠近小孩的时候 水流变得更加湍急 这位白衣男子没有犹豫 快速移动到小孩身边 将其抱在怀里 但湍急的水流 让抱着小孩的白衣男子 也无法站稳 只能停留在河中央 这样的情况 让围观的群众很是着急 就在此时 另外一位热心男子也下到河中 与白衣男子一起将小孩救出 事后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当时救人的白衣男子 任家财 今年44岁的他 是关渡镇五里村的村民 事发当天 他正好在附近的一家作坊上班 据人家财介绍被救孩子今年才三岁多 家就在河道附近 由于父母在外打工 一直跟随外婆生活 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异样 好 好 好